欢迎来到Super ELS Station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由这句话演变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说法 脾气相投的人自然相处融洽 志同道合的人自然会聚在一起 有一句俗语,龙骄龙,凤骄凤,老鼠的朋友会打动 也是这么个意思 战国时期,齐宣王喜欢朝贤纳士 于是让淳于坤举荐人才 淳于坤一天之内接连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位贤人 齐宣王很惊讶,就对淳于坤说 人才是很难得的,贤人并不多见 现在你一天之内就推荐了七位,它们都可靠吗 淳于坤回答道 不能这么说 要知道,同类的鸟总是聚在一起飞翔 同类的野兽总是聚在一起行动 寻找柴湖,结梗这类药材 如果到水泽洼地里去找 恐怕永远都找不到 要是到山的背面去找 那就可以乘车地找到 这是因为天下同类的事物总是要聚在一起的 我淳于坤大概也算是个贤人吧 所以让我举荐贤人 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 在碎石里取火一样容易 我还要给您再推荐一些贤人 何止这七位 君子以厚德在务 经常有人抱怨说 为什么我遇不到好人和好的环境 其实抱怨的同时应该思考一下 是不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 古人说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要从根本上提升自己 不要去追一匹马 用追马的时间种草 待到春暖花开时 就会有一匹骏马任你挑选 不要刻意去巴结一个人 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 去提升自己的德行 待到时机成熟时 就会有很多朋友与你同行 用人情做出来的朋友 只是暂时的 用厚德吸引来的朋友 才是长久的 丰富自己 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 做个温暖的人 用加法的方式去爱人 用减法的方式去怨恨 用惩罚的方式去感恩 用处法的方式去烦恼 会发现 全世界都在向你微笑 眼是一把尺 看人先看己 心是一杆秤 称人也称己 心中有德是慈悲 口中有德是善良 一个人的涵养来自于大度 来自于宽容 一个人的修为 是懂得包容 懂得尊重 人生是如此短暂 对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要好一点 因为下辈子 不一定遇得到 目中有人 才会有路可走 心中有爱 方能有所作为 我们一点一滴累积的德行 终有一天 会全部回报给我们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易经》当中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和阳光的人在一起 心里不会有灰暗 和快乐的人在一起 嘴角常带微笑 和进去的人在一起 行动不会落后 和大方的人在一起 处事就不小气 和睿智的人在一起 遇事就不迷茫 和聪明的人在一起 做事就变得机敏 做最好的自己 才能碰见最好的别人 其实 遇到的每个人 都有可能成为 我们生命中的贵人 前提条件是 我们应该与人为善 付出真诚 就会得到相应的信任 献出爱心 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反之 带着猜忌 怀疑 甚至戒备之心 与人相处 就难免得到别人的 猜忌和怀疑 当我们用一个手指 在指点别人的时候 别忘了 还有三个手指 正指向我们自己 当我们拿花 送给别人的时候 首先闻到花香 是自己 当我们抓紧泥巴 抛向别人的时候 首先弄脏的 也是自己的手 我们希望别人 怎么对待我们 我们就要怎么对待别人 做最好的自己 才能碰见最好的别人 种下梧桐树 引得凤凰来 你若盛开 蝴蝶自来 你若精彩 天自安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